CANON 最大改進是它有一個新的功能 那個功能叫Pixel Shift High Resolution Shot 即是拍攝時靠IBIS 內置防手震 將感應器慢慢移動 最終它合成了一個像素非常高 它本身是4,500萬像素 但合成了之後是4億像素 其他牌子的相機都有類似功能 但主要分別是哪裏呢 例如我用Sony Alpha One 它都有一個Pixel Shift 最主要是它通常像素的成倍率 通常都是4倍左右 例如5,500萬像素出來是2億左右 但這個4,500萬像素可以出4億 差不多18以上 另外就是Sony方面 它拍照的張數是比較多一些 還有時間比較長 拍完之後它就很多張照片出來 就要用它本身的軟件 自己的Apps 把它合成一張 現場看不到效果 要用它的Apps去做 而CANON這個只是拍九張 還有拍的時間很短的 很短時間已經拍了九張 之後它在機內來自的Processor 那個Program 把它合成了一張JPG 變成它牙的位置不多 即是它File Size不大 還有時間很短之內 就可以拍完再Processor完 時間短很多 所以那個應用性我覺得是比較大一些 網上看到很多比較 在外國的YouTube Alpha 1和R5 兩部機的High Resolution Picture Shift效果比較 似乎R5就會比較優勝一些 但大家都在想 既然砌到4億像素出來 如果買高解像的相機還有沒有作用呢 我們都找不到一些有關的比較 所以這次特地來拍影片 就是拿一個Canada R5 用一個High Resolution的Mode 它拍一張4億像素 再拿一部Hazelberg的X2D 拍一億像素 再加上那個Photoshop 在Lightroom裡面 那個Enhanced Mode 再將它那個像素加大 在一個一億像素 在Lightroom來講 它加大了之後乘4的 但是4億 4億VS 4億 效果是怎樣呢 都要回來看看 所以這次特別是拍 這次鏡頭方面 選擇選擇兩支比較接近一點 亦都不想帶太多太重的東西出來 Canada R5 用了一支RF 35mm F1.8 而Hazelberg 我就用了38mm F2.5 這支是新鏡來的 V鏡 兩個個38mm 和38mm 35mm 好像差不多 但是Hazelberg因為它的Sensor大 它要將等效焦距 雙38乘0.8 大約是等於30mm左右 即是說實際上它的視角 這個大約是30 這個大約是35 是差一點點 但其實都不是差太遠 但最差遠是甚麼呢 就是鏡頭價錢 就是鏡頭價錢 Canada R5 35mm F1.8 它大概是3000頭 都挺划算的 暫時未有一個1.2或1.4鏡頭出 我都用著它 而這個Hazelberg的38mm 就是3萬頭 差10倍價錢 是否差那麼遠的質素呢 當然不是 因為你要中片幅 那些鏡頭的產量少 設計都不同 它以為出力大一點 自然會貴一點 大家可能會問 如果這個只可以拍一張 一次過拍 譬如9張 如果這個動態範圍要闊一點 譬如日出日落 那怎樣搞呢 你可以落一個字免灰濾 亦都可以再拍一個 bracketing包圍曝光 只要第一次拍的時候 就是一張正常曝光 接著再拍就是減 再拍就是加 但今次又要手動 不像我們平時那樣 選三張一按 三張拍完 你要三次拍 另外這些合成高像素的相機 即拍的模式 所有機都是 凡是有這個模式要留意 有兩樣東西不可動 是甚麼呢 就是你相機拍的時候不可動 所以今次搭一個穩妥一點腳架 但都要輕的 就是GISO的Traveler 一號就算了 二號很重 機不可動 就是這個所謂用的穩妥一點腳架 第二樣東西不可動是甚麼 景的東西不可動 如果你一般拍風景 拍建築物 就沒問題 但如果有人在 你要確保那些人不動 如果那些人 譬如說拍一個廣場 那些人不動 最好可能要避免拍這些 又或者裁了全部骨去 因為他一路拍九張照 已經很快了 比Sony那些拍九張 但那些人一路動 有九個影 最後是搭不回賣的 你會看到一些可能有些殘影 或者半個身 有些腳 會很亂的 那些就要盡量避免 可能最終如果人不是太多的話 揉了它當沒有了 這件事要留意 兩樣東西都不動 現在我們試試拍對面海 可以看效果是怎樣 這個High Resolution Mode 都很簡單 我們按入Menu 在第一版的相機位置 裡面第五個位置 最底有一個IPIS High Resolution Shot 都要按進去 再按按 按了 現在看到畫面 我們一按它就自動去九張 現在開始按 VC正在拍 拍完之後它就會做一個processing 最終會出一張高解像的相片出來 現在看看 可以看到了 這張就是了 它放大 可以看放大些 不過現在這裡看得不太清楚 回到去看就會清楚些 稍後我會換一部Hussel 拍一拍再做一個比較 現在換了一部Husselberg X2D 一些像素 配置38mmV鏡去拍 跟剛才一樣 ISO都是設到200 以及用八光圈拍 是一樣的 拍一張 視覺會差一點點 但是作為一個比較 都OK 因為大家拍的東西 差不多中間和邊角 我們回去再看看效果 Lightroom就開了幾個File 現在可以比較一下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R5的原裝 就是4500萬像素 現在少了一點點的 原因就是我把水平拉直去 所以少了少像素 但是影響不到那個效果 我們放到1比1看看效果 都很鎮定的 有一點點煙霞 所以看到一點點白 但是我們還沒有調校 看到全部都沒有調校 所以那個反差方面 就會弱了一點點 如果調校之後就會鎮定一點 但是為了比較 所以這個R5 和它做了Super Red Fusion Mode 和這個Husselberg 都沒有調校過的 另外我們再看看 用High Resolution Mode拍出來的效果 這個就是原裝的畫面 看到了 因為它連續拍九張 所以如果人們會走過的話 就好像這個效果 有些模糊的影像 而這幾位人士 就沒有動過 所以你看到 大約是1秒左右 我想應該都夠了很快 它沒有一個 所以有一個定的畫面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可能都要去出去了 或者避免拍這些 這個都站得很直 放大看一下 你看到那個解像度 很明顯提升了 現在是4億像素 很高的像素 你看回 這裡就明顯見到那個消息的問題 就是它用Pixel Shift 就會有這種情況 很微細的地方 你看到有些九雅的重疊 它這個失真 已經相對比較少 之前看過其他 這些九雅邊更嚴重 現在你看到 很細緻的地方 看到了少少 但大致上整體上都OK 但線條方面 就不是太實 始終都 雖然你說4億像素 它旁邊的很幼線 窗框邊 不是太實 我們再看回原本這個 這個已經放大了 雖然小的影像 看得不太清楚 放大率不夠 但線條都比較實 我亦都將這張 4500萬像素 將它用Lightworm 還有Enhanced Mode 將Super Graduation 就加大了 用Wall去加大 大約是加到2億的 你看到這個 是原本這張 4500萬像素 現在大約是179 因為我財了少少 所以 就少了一點 你當是2億左右 差不多 接近 你看到 線條方面 其實跟剛才的4億像素 都不是差太遠 看到條線 不過不確實 你看到 當然 它大約是2億像素 不夠4億像素 所以 影像放大率也不太大 看得好像不太清楚 輪廓方面 大的 沒有問題 細緻地方 略為模糊 但是 經過Lightworm 這個Super Graduation 即加大 那個像素 即是插直 類似有AI成分 但是 你看到 那個真率 是沒有什麼 線不會看到 一些癌痕痕 那些 有些 一些邊 都不清楚 你看到 好了 實正的 當然 不夠 很清晰 但是 你看到沒有失真 我再看看 一億像素 Huzzle Bud X2D 拍出來的效果 這樣 放大去一億 因為 一張過 那個快門 都有610分之1秒 所以 這些人 基本上是不動的 有人走過都沒問題 放大看看 永安公司 現在 一億像素 也是 因為 不夠兩億像素 和時億像素 那麼高 所以放大都沒那麼高 但是你看到 那些線條 那些幼幼的 很實正 我在這裡看到 大家經過YouTube看 可能會差一點點 因為壓縮了 這樣 也都建議 我平時YouTube 播放 我再去看 我都拿大電視去播 那現在我用這個 Eso Eso 32吋 螢幕去看 那麼 效果都不錯 看到 那麼 很鮮的線條 那我再看看 如果 我用這個 Huzzle Bud X2D 一億像素 用Lightworm 將它加大 一個像素 加到四億又如何呢 那麼這張就是了 你看回 小的原裝 是一樣的 這兩張 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 就經過Lightworm 做一個超級標準的 看回那個永遠公司 你看到 你看到 那些細 一定是沒有那些 失真 那些橫紋 而那些窗口的線 很鮮的 很幼細 都看到 很清晰 始終它那個 的感應器比較大 每個像素 都比較大 所以出來的效果 再加上後期插直 理想很多 那麼 也都可以有少少的 結論 如果你說一般情況下 我覺得呢 其實用這個 四千八像素 很多場合都足夠的 除非你要把它 塗一塊出來 或者你也都需要一個 放到很大張照片 作品出來 那麼如果一般情況下 我們用那個 Lightworm 裡面的 超級標準 我覺得效果 其實都幾理想都不錯 除非真的要放到很大 這樣 我們才用到那個 機身 內置的 High Resolution Mode 但是 缺點就是 你看到 有些 癌痰痰 這些變形的 失真的東西 這些很難在後期再改善 而線條 這些都不是太結實的 雖然 像素給到你 但是 那個效果 就不是太理想 看看你有沒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 如果一般我建議 就是 四千磅像素 挺好的 再不然 就用一個 機身 用了Lightworm 那個插直 將像素加大 現在這個效果 幾理想 如果真是追求質素 其實不能談 最好 就用一個 真是高解像的相機 那麼 暫時來說 中片幅的價錢 下降了很多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都可以 去考慮一下 中片幅 現在這個是一億像素 完全沒有插直 沒有什麼 很銳利 現在 如果加了一個像素 變成四億像素 就 等等 就這樣 如果這個四億像素 跟這個 R5 那個 Pixel Shift 出來的比較又怎樣 現在 認住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 一億像素 變成四億 即是Huzzleberg 這個 等它混上 就是那個 R5的四億 就這樣看下去 分別好像不太大 但你用螢幕看這些細節 你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 線條各方面 都有個分別 很清晰 這邊很實的 很乾淨 主要這樣 其他呢 還有一些相片 做Panorama 我用了一個R5的 每一張 四億像素 四億像素 就見到 這裡有很多張 合成一張相片 我們再看看 效果如何 不太多 我們都會再看 看 空間 我們會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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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看另一張做出來的效果 這個MGuy是用R5 亦都是 High Resolution Mode拍攝 是4億像素,我們放大看看 這些就很正常 在近景的石屎場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出現 沒有剛才的網格 細緻的地方都OK 雖然剛才也說過,清晰度差一點 線條沒有那麼實 但就這樣看下去 放到1比1,這麼大都OK 這些後面的效果都OK 都是沒有那麼實 變形度的光位又不覺得 這些有了 裡面有些人在動幾個地方 所以有些毛的影 你看到,是有網格的 有少許效果 其他呢 今次這個景,看出來就不覺得 這些有些 好像撞網一樣 有些網在這裡 有少許的這些 這個人的邊屋 也有些,有些毛 但這些呢 也有少許的 但整體來說 就比剛才那個 香港島那邊的照片 好多了 再看看上面 情況有改善 沒有那麼緊要 這些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不會再看見 看見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好嗎 我們會不要再看見 我們會不會再看見 還有什麼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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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